大批消防救護人員趕到現場 緊急上船準備滅火 甚至有人連緊手腳都嚴重燒燙傷 當時漁船瞬間冒出濃煙 整艘煙霧瀰漫 大家統統衝上前幫忙 拿滅火器滅火 就連距離500公尺遠的民眾 都有聽見爆炸聲 船上一片狼藉 雜物彤彤堆在一起 甚至還聞得到燒焦味 只是船上為何會有瓦斯 因為會在船上煮飯 才備有桶磚瓦斯 沒料到這回發生意外 23號早上9點多 在馬公市新營路 第三漁港治兵場附近 58歲的五姓船長 疑似打開電燈開關時 引起瓦斯氣爆 造成他20% 手躺傷緊急先送到 三種澎湖分院就醫 隨即後縱小港高榮醫院治療 而當下還有另一名 菲律賓級移工則是在船上工作 表示不知道情況 立即派遣4車7人 至現場搶救 到了現場後 發現為CT2船隻有事故發生 瓦斯到底外洩多久 怎會沒人發現 可能在海上不是密閉空間 才不容易發現 而漁民研判是管路淤淨兩貨 但詳細原因還要調查 只是一艘一艘漁船 都停靠的很近 還好即使滅火 才沒有擴大災情 TVBS新聞城鎮也是分澎湖採訪報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警局長 警告 警告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